今天用喉頭菇煲一個美麗湯 喉頭菇營養價值很高 又可以幫助消化、健脾、養胃 特別適合腸胃不好的人 如果你有胃痛、胃氣脹 這個湯就適合你了 乾貨的喉頭菇本身帶有苦結味 所以一定要好好處理它 記得菇頂要清除乾淨 不要來有任何黑色的東西 因為這個位置就最苦了 避免菇浮起水溫 所以我們拿個碗砸住它 浸30分鐘 杞子清洗乾淨就可以了 從草花分開浸10分鐘 其餘的湯料我們浸久一點 特別是拿片我們要浸軟 瘦肉清洗乾淨 然後切件 冷水下瘦肉 飛一飛水 大概兩至三分鐘 這個步驟很重要 小肉裡面的血水和雜質都會浮出來 熬湯之後熬出來就會清一點 又會甜一點 再輕輕洗一下 放進去 這個時候湯料應該浸得七七八八了 可以隔水備用 處理喉頭菇 我們把喉頭菇裡面的水拿出來 你看到水都挺髒的 所以我們換水 再浸多它15分鐘 好 我們再拿乾水 喉頭菇真的像一塊棉花一樣 很搞笑 然後用手把喉頭菇撕小一點就可以了 大概一開三一開四 好 不喜歡喉頭菇太大 也可以再撕小一點 我們用水洗多幾次 直到水變清 那就差不多了 我們準備一點熱水 幫喉頭菇飛水 一至兩分鐘 撈起來就可以準備熬湯了 我們煮兩公升水 放兩片姜 放入瘦肉 放上喉頭菇 還有鑰匙 還有鑰匙 蜜棗和淮山 蓋上鍋鍋 中火煮滾 水滾之後我們轉小火 再煮一個半小時 現在先放松草花進去 因為松草花煲太久 香又會沒光 營養也會流失 所以我們是最後半小時才放下去 煲15分鐘 最後15分鐘我們再放杞子 杞子也是啦 煲太久會變酸 所以最後15分鐘才放下去 剛剛好兩個小時 就煲好這個湯啦 煲出來也有4碗湯 夠一家大小喝的 喜歡這個湯的朋友 記得Like和Share給身邊的人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按鈴鐺 下次有新片就會通知你啦 就算了 煲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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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